刺客一种听着很酷 但危险程度极高的职业 为了任务 往往要孤身犯险 九死一生 今天的主角 是战国著名刺客 荆轲 他刺杀失败 不算是成功的刺客 但却多年稳坐刺客界头把交椅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从头说起 一 荆轲的快乐生活 荆轲 卫国人 同武侠片里的男主角一样 荆轲日常一手持剑 一手拿书 是风流潇洒的荆轲 行走江湖 造型一定要拉风 偶尔遇到同行 还会切磋两把 何兄 听说你的剑术天下第一 今天我就来蹭个热 好不 向你挑战 和荆轲切磋的人叫葛聂 也是剑客 据他自己说 他瞪着荆轲一眼 就把荆轲吓跑了 为什么跑路呢 是不是剑气 他是不是被你的剑气所伤 剑什么气 他就是技术泰菜 不敢比了 据说不止一人觉得荆轲一般 有人推测 这可能是后来荆轲刺杀秦王 失败的原因 荆轲后来从魏国到燕国 期间结识了两个好朋友 一个无名屠夫 另一个叫高建离 这三人经常在一起吃肉喝酒 开心了 高建离记住 不开心了 仨人又旁若无人的抱头大姑 跟街头习惯艺术一样 年线这么大了 连个对象都没有 生活一点都不美好 别看荆轲平时疯疯癫癫 在认真的时候又非常冷静沉稳 我这一生如履薄冰 也是因为这个特点 他后来被燕国掩饰田光看中 呦 这人造型这么拉风 肯定有本事 田光为什么要找荆轲呢 这就要来看一下 当时诸侯国监视啥情况呢 当时秦国强大 总想着侵略别国 许多国家为了让秦放心 就会把自己家太子 放到秦国做人质 燕国也是 燕太子丹 就是派过去的人质 但是秦王嬴政不喜欢他 经常没事就拿他开拴 太子丹最后受不了 就偷偷跑过去了 这让嬴政很成细 后来秦国有个叫樊吴七的将军 得罪了秦王 四处逃往 最后也被太子丹收留了 这让嬴政终下心气 老虎不发威 你当我是哈喽KD吗 太子丹担心燕国被秦国灭了 于是四处找勇士 准备刺杀嬴政 这才有了上面田光找荆轲的事 真是荆轲 是个高手 荆轲开始是拒绝的 但是田光为了激励他 最后竟然自杀了 燕轲的未来就靠你了 荆轲只能同意了 接下来就是怎么靠近秦王的问题 太子丹献出了秦王心心念念的燕国地图 但荆轲觉得分量还不够 于是去找樊吴七将军 想靠近秦王 可能还需要将军的人头 为了刺秦大业 樊吴七也选择了自杀 燕国的未来就靠你了 太子丹还给荆轲准备了一把锋利无比的匕首 上面塗满了剧毒 还不放心 又给荆轲找了个助手 秦舞阳 他是燕国街头小发王 年纪轻轻 杀人无数 准备工作做好后 大家身穿白色衣服 去溢水边送别荆轲 那天风很大 天很冷 高见离击住 荆轲唱了人生中最后一首歌 风潇潇溪 溢水寒 重是一去兮 不复还 荆轲明知道死去必死无疑 却依然慷慨前行 这使他成了后人眼中的悲剧英雄 我这一生如履薄冰 你说我能走到最岸吗 嗯 三 荆轲刺秦王 到了秦国 荆轲和秦舞阳带着东西 被秦王嬴政召进攻问话 大王 我来送人头了 结果刚进秦王嬴政 平时杀人不眨眼的秦舞阳 吓得脸色惨白 浑身颤抖 他抖啥呢 年轻人没见过世面 大王请见谅 于是嬴政让荆轲单独上来 献出凡无气的人头后 荆轲又拿出殃国地图 摆在嬴政面前 慢慢展开 大王请看地图 尽是好山好水 盛产粮食 尤其这里生产铁矿 最适合做 击手 无穷比线 荆轲拿刀就戳 嬴政拿命来 可惜一击没中 当时新国规定 除了秦王 宫殿内不许带武器 而且没有命令 士兵也不许进来 所以两人围着柱子转啊转 很快 一个衣冠反应了过来 抄起手 要将砸向荆轲 荆轲被干扰 这时秦王也拔出了宝剑 砍伤了荆轲 荆轲 和砸在地上 用尽最后的力气 丢出匕首 可击只扎在柱子上 没成功 是因为我想活捉你 逼你还回诸侯的土地 可惜 可惜 荆轲就这样失败了 这事彻底激怒灵政 也给了他灭烟的理由 公元前222年 秦国俘虏了燕王 燕国灭 故事还没完 还记得荆轲的好朋友 音乐狂人高建黎吗 燕正灭了六国后 成了秦始皇 他通缉荆轲的亲朋好友 抓了高建黎 并熏瞎他的眼睛 来给自己演奏音乐 演奏的过程中 高建黎突然发难 用乐器砸向燕正 给荆轲报仇 和荆轲一样 他也失败被杀了 虽然他们都失败了 但是他们不愿屈服 敢于反抗暴政的精神 却一直激励着后人 这大概就是 荆轲故事 一直流传的原因吧 滚之漫画 转指不明白